我本來一直覺得她是一個很有距離的大姐 結果她超親切的 她是可以這樣跟你這樣 對 她看 早上看到八點半她這樣的新聞 就看得很難過 早期秀場賺的比較多 有時候就是小賭一下 她去跟別人借錢 我們去幫她拿錢 那個手提這樣 手提 對對對 其實我出道 到現在跟陳姐碰過的機會沒有很多 但是那一次讓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我本來一直覺得她是一個很有距離的大姐 結果她超親切的 她是可以這樣跟你這樣拍張 我們只有那一次見面 我跟陳姐是以前是投在唱片公司 那最後一次錄影是四年前 那時候她已經 她就是有中風 最後一次看到她唱歌就是 就降Key再降Key 對她就是很吃力 那她今天這樣的新聞 早上看到八點半她這樣的新聞 就會看得很難過 早期秀場賺的比較多 有時候就是小賭一下 就是在這一方面可能有去影響到她的經濟 才會今天造成她有這一塊 變成就 接不進去 對就是這個罪行這樣 所以她跟你借錢是四年前的時候 還是你是指示 你是指示 你早那個時候 很早很早 早期 對早期 那時候我還新人的時候 那你新人哪有錢對她 沒有她不是跟我借錢 走轉一下 她去跟別人借錢 我們去幫她拿錢 對 那你是把我的巨額獻金 卻送給她 我後有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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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是提馬步帶這樣 沒有啦 沒那麼多 就是一個手提這樣 手提 對對對 謝謝 謝謝